金牌见证。王一博代言抬零,震撼亮相201次。 在亚运会的舞台上,谁是最繁忙的焦点?你猜得到吗? 没错,正是王一博,他成为了每一枚金牌背后的故事告诉者。 这次亚运会,王一博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,频频出现在各大赛场和屏幕上。 他的出镜次数高达200多次,远超过那些夺得金牌的选手。 许多人都表示,这次的亚运会,他们最深刻的印象就是王一博的身影和笑容。 这次亚运会,王一博的身影可谓无孔不入。 不仅为亚运火炬传递献唱了主题取燃,他还是霹雳舞宣传片正在燃中的主要舞者, 与此同时,他还在热播的街舞电影热烈中担任主角,其出色的表现更是为亚运会增添了许多色彩。 这一系列活动都展现了王一博多才多艺,全面发展的一面,也让大家深刻感受到了他的魅力和实力。 不得不说,王一博在这次亚运会中的表现确实是一鸣惊人,受到了广大观众和粉丝的热烈追捧。 王一博与台零电动车的合作,也为这次亚运会增添了不少看点。 每当我国运动员夺取一块金牌,观众们不仅可以欣喜于我国队员的出色表现,同时也会在电视屏幕上看到王一博为台零电动车代言的广告,这无疑给粉丝们带来了双重的惊喜。 而为了进一步支持我国的运动员,台零还推出了活动,每获得一块金牌,就会赠送一辆电动车,表达对我国运动员的支持与鼓励。 到亚运会结束之时,中国代表团以201块金牌的总数完美收官,这也意味着王一博在广告中的形象出现了达201次。 可以说,王一博和台零电动车的这次合作,无疑为双方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讨论,也使得这次亚运会更加引人注目。 无论你是否是他的粉丝,都不得不承认,每当我国运动员赢得金牌的那一刹那,王一博的形象总会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,这种曝光率和关注度,真的是让人羡慕不已。 他成功地将自己与国家荣誉,金牌时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,这是许多明星梦寐以求的机会。 而对于王一博的粉丝来说,这无疑是一次尽情狂欢的机会。 他们看到自己偶像在大型国际赛事上频繁露面,成为那最亮的星,感到自豪和骄傲。 很多人都说,这样的机会,只有王一博这样具有广大人气,高度认可度的明星,才有资格享有。 王一博的每一次亮相都成为了金牌的点睛之笔,凭借着其个人魅力和广告策略,成功地为亚运会增添了无数的关注度。 每当中国代表队赢得一枚金牌,人们都能看到王一博的身影,这也使得他成为了金牌的见证者和代言人。 选择王一博作为代言人的台铃电动车,显然也是做足了功课,深知他的影响力和吸引力。 与王一博的合作不仅提升了品牌形象,也为台铃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市场份额,这真的是一次完美的双赢合作。 而王一博,除了获得了更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,更是因为这次合作,将自己与国家荣誉,运动精神深深地绑定在了一起。 他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,也为自己的事业增添了不少分数。 很多网友都戏称,王一博真的成为了亚运会的小福珠,每次出现都带来好运和喜讯,实至名归。 台铃选择他,无疑也看中了他在年轻人中的超高人气和影响力。 在这样一个国际性的大舞台上,选择王一博作为品牌代言和合作伙伴,无疑是一次明智的决策。 他不仅为品牌带来了巨大的曝光度,更为品牌带来了年轻、时尚、进取的形象。 而王一博,作为现唱亚运会主题曲的艺人之一,更是展现了他的音乐、才华和对于体育精神的热爱。 他的声音,成为了这次亚运会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为这次盛会增添了无尽的青春和活力。 无论是在音乐上,还是在其他方面,王一博都展现出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全面发展,成为了Z世代中的佼佼者,他是当代年轻人的代表,是他们追求梦想,努力进取的象征。 王一博,这位东方青年的出现,不仅在亚运会中频频出现,更在国际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。 他的形象,才华和魅力,使他成为了许多国外观众心中的新一代东方代表。 不仅如此,他在海外已经积累的影响力也在这次亚运会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放大,使得更多的国外观众开始关注这位特立独行的东方艺人。 对于中国,王一博更是成为了一张亮丽的名片,展现了新一代中国青年的风采和力量。 他的成功并非偶然,而是才华、努力和机遇的完美结合。 而与他同台的其他艺人,虽然各有各的特色和亮点,但想要达到王一博这样的高度和影响力,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 这之间的差距,不仅仅是在知名度和人气上,更在于才华和实力的综合体现。 无论是歌手、演员还是代言人,王一博都能展现出他的多才多艺和超强的市场号召力。 每次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都能引发一场关于他的讨论和关注热潮。 这样的王一博,不仅是品牌方的最佳选择,更是粉丝心中的骄傲。 对于台灵来说,选择王一博作为代言人无疑是一次明智的决策。 王一博不仅为品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度和曝光率,更重要的是,通过它,品牌的形象和理念得到了更好的传达和展现。 王一博的每一次出镜,都是对品牌的一次最好的推广和展示。 这次的合作,不仅为台灵带来了丰厚的回报,也让王一博再一次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和影响力。 王一博粉丝的支持力量也是巨大的。 他们不仅仅是被王一博的才华所吸引,更是被他的人品和性格所打动。 在这个看似光鲜亮丽但又充满了竞争与压力的圈子里,王一博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初心和真实, 这无疑为他赢得了大量的粉丝。 王一博与台灵的合作,无疑是一次双赢的策略。 王一博的高人气与亚运会的广泛关注,使他成为金牌见证的理想人选, 201次的出镜更是强化了他的曝光度。 这种深度合作既增强了品牌形象,也进一步巩固了王一博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。 但是你能禁住的模式就会有造成器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